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会有什么问题?就很容易生起烦恼 当烦恼渐渐增长广大 控制不了就造作罪业 凡夫在整个个体生命当中 历史不断地重演 起祸 造业 得果报 得果报之后又起祸 造业 在这样的生念门中 唯一值得安慰的就是 信心之性 未曾稍减 虽然我们不承认自信本自清净 但是这个清净的本性 并不因为我们不信而减少 讲一个辟语 如水成冰 失信不改 水因为寒冷的因缘而结成冰 所以水柔软的功能 洗涤的功能都消失了 但是它的失信并没有失去 只要遇到太阳的热度 它随时可以变成水 也就是说 凡夫随时都有改变的因缘 一切众生都可以成佛 因为它的佛性绝不会改变 不管你起再大的烦恼 不管你曾经造作多大的罪业 清净的本性永远没有被染污 就像你用墨汁泼洒虚空 虚空还是清净本然 这就是礼机起信 这一段还没有修行 真正的修行是从下一个开始 二 名字起信 若闻此论 能知现前借尔心性 即是大圣 直下承当 不负疑惑 如之兵即水 修行的第一步 就是靠语言文字而产生观照 所以叫做名字 依止圣言量的这些名言 名字在苏婆世界主要是靠听文 听大圣的政论之后 依较观心 开始回光返照我们这一念心 有时候起善念 当我看到佛像时 对佛像升起信心 升起惭愧心 升起无贪无嗔的心 但是遇到染污的禁缘 内心也会起一些贪欲 嗔慧的欲望 所以如果经常观照自心 就会发觉我们的心不断的变化 有时候起善 有时候起恶 但是透过本论的学习就会知道 所谓的善 恶都不是我们的本来面目 是因缘所生法 是过去业力所熏习的一种虚妄功能 当我们深入观照 因缘所生法 我说即是空 把这些如梦如幻的善恶功能拨开来 看到内心深处 那个不生不灭 不够不静 不增不减的本来面目 清净的本性 如果能够直下承担 不负疑惑 相信这就是本来面目 烦恼是后来才有的 是你造业才有的 你就会相信 那个冰不是你本来的面目 你本来面目应该是水 是因为寒冷才变成冰 既然它是因缘生 就表示可以假借因缘而灭 也就是说 假设我们的本性是邪恶的 那就不需要修行了 因为修行也没有用 它本性是邪恶 顶多只能把它压抑住 减少邪恶的功能 怎么能够改变呢 既然本性是清净 邪恶的功能是因缘所生法 那就能够假借因缘 让它消失 这是佛法的根本理论 赵州禅师在禅宗大德当中 非常的精进 赵州八十游行脚 只为心头未悄然 出家之后 到处参访善知识 一直到八十岁都还巡视访道 赵州八十游行脚 当然 他不是攀缘 是对什么是亲近本性 本性是善 是恶 还是亲近 没有更好的误解 所以说只为心头未悄然 花了几十年 踏破铁鞋去参访善知识 都不能很确定明白内心的相貌是什么 最后觉悟 得来全不费功夫 原来他早就在了 莫向外求 所以名字起信 是整个修学的基础 所谓的 直下承当 不负疑惑 如果以比较高的标准来要求修行 禅宗说 不破本餐 不住山 意思是说 如果你还活在妄想当中 内心还是跟着感觉走 你就没有资格去闭关 虽然说你也拜佛 持戒 诵经 持咒 每天做定课 这样还是不能讲修行 忏悔业障 积极资量 只是积极善业 不能说是修行 真正的修行要能够反望归真 对心中的颠倒要有消灭的功能 换句话说 什么人才有资格闭关呢 偶一大师说 要能够达望本空 知真本有 就是你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起了很多的妄想 念佛的时候打妄想 拜佛的时候也打妄想 但是你知道妄想不是真实的 不能影响你 只要不随顺它 它自然会消灭 它不是你的本性 因为你的本性是清静的 你是一直清静心来念佛 一直清静的本性来持戒 持咒 这就是达望本空 知真本有 这个真实本性是本来具足的 不必向外追求 如果有这样的认识 这个人就有资格修行了 因为不管遇到任何烦恼 他都有办法去面对 名字起信在修行当中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禅宗说是明星见性 教下说是大开元解 整个反望归真的修学 就从这里正式开始 你以前只是在积极资量 现在能够很明确地知道 达望本空 知真本有 对这真理没有任何的疑惑 这时候整个大圣功德 就从现在正式开始启动了 板 我们的喜欢问仰 这里有些关键的 老常在马尔是共设行学刚才犬立敗